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我是Yuki老师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节日是男儿节 OK 那男儿节的话是在日本的5月5号国立 国立的5月5号就是我们的男儿节 男儿节就是他们的儿童节 儿童节的话我们叫做子供の日 子供の日就是儿童节的部分 儿童节这天不光是儿童节 他也是24节期当中的端午节句 端午节句的话我们就做 念作 OK 那端午节句简单来说就是跟我们的端午节是一样的 OK 那这天非常的忙 因为他是国定假日 小孩休息那家人除了要带小孩子过儿童节 也要过端午节这样子 OK 那想到男儿节大家应该不陌生 家家户户户都会挂起我们的鲤鱼棋 那鲤鱼棋的日文我们念作 こいのぼり こいのぼり OK 那以前的话呢我们是说家里有几个小孩 应该是指男生的小孩有几个男孩子 就挂几条鱼 那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呢 挂一条其实 没有这么好看 所以后来都改成挂那种家庭式的 就是可能会有爸爸妈妈跟小孩的感觉 比较多只比较好看不然一只还蛮孤单的 OK 这是我们的鲤鱼棋 要念作 こいのぼり こいのぼり 那除了挂鲤鱼棋之外呢 那我们也会在家里摆像这个东西叫做 ごがつにんよ ごがつにんよ 五月人行 OK 就像女儿节我们会摆娃娃一样 男儿节也一定要摆娃娃 只是我们摆的娃娃没有那么 秀气 我们摆的是武士的盔甲 OK 为什么要摆武士的盔甲呢 就是希望男生可以怎么样非常的 像武士一样勇猛 厉害 然后可以保卫家园的感觉 OK 所以我们会摆放这些东西 叫 ごがつにんよ ごがつにんよ OK 好 那放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有可能会放其他的东西 像是我们只放他那个皱甲 他的帽子 或者是刀剑也可以 那这个帽子是比较多人会放的 我们念作 かぶと かぶと OK 就是放这个帽子 那有些人可能家里没办法放 那就会教小孩子一起来动手 折子 折这个帽子 所以发现那个儿童节的时候 大家都会 所以那一个人会放在这边 没想到那个儿童子 有些人可能家里面会放的 然后把她放在这边 谢谢大家